在台南四百年前的日期 為了讓民眾看到新國擁有的台南 市府有多次發展教主的 看教廠所幾位套南俠下起電 還有副市長野鐵山和貴賓 作為客棟更挑 正是在台南美術館一館開電 二、一 透彩城 城市發行四晚結論正式開動 邀請大家一起來體驗台南 規模社當中用AI科技 重現四百年前的荷蘭 青條和日本時代歷史好貌 一直到台南現代華的歷程 以及所有科技的下起體力 尚感應人祝福 邀請大家共同來體驗 荷蘭時期、日治時期、清零時期 很多的畫面已經看不到了 那這一次我們的策展團隊 透過研究 然後透過我們現在的科技 用數位動畫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的民眾來的時候 就可以感受一下 這個城市在幾百年前它的一個樣貌 所以我想這是這個展覽當中 會給予大家非常大的一個經驗的地方 在南東中用技術美學和文化修科的角度 來重現台南的貴企 現在和未來的都市發展 尤其是台南人的南美館觀眾 有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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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因為不是台南人 特別的覺得有收穫 也知道說台南有很多城市的建設 正在展開 也即將完成 我覺得這個都是當代的台南 在展望過去 在展望未來所做的一些努力 另外展覽也會先到大台南公車 用台南的情感散為主題 對專門戰 火車頭 彼此館一直到安平再生追求 都有天客 用行動吃飽來宣傳台南四百 台南新聞顧文集 蔡英文博德